你像现在天气越冷了 越来越冷 好多的话有想法遇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什么 植物出现了工伤怎么办 什么时候搬到屋里边 大部分出现根腐经腐 这一下好几个问题 首先什么时候搬到屋里边 你看温度 你们那边如果说最低气温已经低于零度 那个是绝对肯定立马要搬的 要不然就咯屁了 其实它有一个什么温度呢 就是15度 90%的植物在15度以下就不生长了 你们看最低气温15度以下 你就可以往屋里搬一搬 你要是有条件的话 可以搬进来搬出去 但是呢极限温度就是5度 零度这个肯定不用说的 极限温度就是5度了 如果说咱们年龄比较大的 你们喜欢看农历的呢 就是下霜 下霜之前必须要搬到屋里了 要不然霜打了 它就很难缓过来了 一旦那种很严重的冻伤 一般被霜打了 基本上都是冻伤一大部分了 像绣球这些就不怕 有些能破终的植物他就不怕 第二个是出现根腐经 我的这几个花园呢 一般啊 都是因为咱们在这种 换剂的时候 没有进行一些药物的预防 我一直给大家伙说 一年365天 你起码就用个三四回的 一些杀菌药 起码的 你最起码你在换剂的时候 大温差的时候 必须得用 你像咱们人是不是换剂的时候 老爷感冒 对吧 植物也是一个道理 换剂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一点药 你找不着的话 你可以找点粒粒药去 这个老花医智营店也有 还有一个 就是说这个冻伤了以后 可以用反分纸吗 冻伤了以后用反分纸 没什么用 好吧 你要做的就是在一个 它适合的温度里面 把冻伤的部分切除 它再重新去长 我们去年那个爱心荣就是 来的时候叶子就全部都掉霉了 那打开箱子的时候 一刹那呢 我就知道了 叶子全部掉霉了 这个不是我故意弄的 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都已经冻黑了 都已经全部都黑了 然后后来又冻出来 又长得很好 不过那是这两三天的事 全部掉霉了 它不是被双打过 那个画面一定要盖在这个脸 别的也没啥呢 觉得不错呢 记得点个赞 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视频上的脸 不是老花医 点发去哪一 看到